大陆北京地铁昌平线在今天晚间传出了列车脱节意外 根据现场搭车民众的说法 列车行驶在途中突然有两节的车厢断开 后方的车厢突然停断 相距有十多公尺远 断掉的地方有出现破裂的金属碎片还有玻璃 站在车厢连接处的乘客恐怕会受伤 有不少搭车的小孩也因此被吓哭 根据陆媒报道表示有多名的乘客受到了轻伤 所幸无人伤亡 目前仍旧是在抢救疏散受困的民众 昌平线现在是全线停止 至于为何会发生脱节的事故 有待进一步调查